过去一个星期,16个餐饮场所因为违反安全管理条例被令暂时关闭至少10天 13个餐饮场所和14名食客被罚款 另外还有超过1500人在公园和海滩违反条例而接到警告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文告说 如切禄这两家酒廊和酒吧因为允许超过两人同桌用餐违反条例而被罚暂时关闭时间 其余的14家被令关闭的餐饮场所违反的措施包括允许不同桌的顾客交流 多次没有确保不同组的顾客之间保持一米的安全距离 另有10家餐饮场所也因为没有确保顾客保持一米距离和音乐的声量太大被罚1000元 还有3家则因为重犯被罚款2000元 14人因为在一家餐饮场所聚集在没有吃喝的时候也不戴口罩各被罚款300元 另外执法人员上星期五到星期天在公园和海滩发现有民众违反五人聚集的限制 也有人在停止运动时没戴口罩而发出了超过1500份警告 今年2月在乌杰大酒店唯利巨湖集庆祝生日的11人各被罚款300元 酒店早前已经被罚款1000元同时不能够接受客房预定30天 酒店早前已经被罚款了